这绝对是三哥级面最过瘾的爽片了 火爆程度已经无法用现象机来形容了 克莱尔金矿第二部火爆来袭 曾经的他凭着一把铁锤横扫整个金矿 如今他早已成为金矿老大 他就是铁锤洛基 铁锤发现了金矿中的秘密 克莱尔金矿不止一个矿坑 而是一共九个 所以他释放了曾经的敌人 守护金矿的将军 开始了一项秘密的计划 金矿的利润让人垂严 各方势力准备干掉铁锤霸占金矿 一个最强大的敌人也出现了 夜里一火神秘人开始进攻守桥部队 铁锤的小粉丝拼死点燃了木桥 想要阻止敌人的步伐 可下一个画面吓得他浑身颤抖 一个男人竟然信不走过火海 小粉丝拿起刀疯狂砍着绳子 眼看最后一根绳子也断了 那个可怕的男人竟然用一只手抓住了绳子 他稳住后面的汽车也一辆辆行驶过大桥 这是什么变态的臂力 他不愧为传说中的大虎币 本以为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大虎币竟然没有动手 反而用起了计策 他们偏出了铁锤的女人力纳 想把铁锤引出金矿 铁锤毫不犹豫的驾车追了上去 动我的女人下场也只有一个 蒙面喽啰在倒车镜里 隐约看到后面好像有辆汽车 当他擦拭倒车镜时 就是这么快 铁锤先是一个蛇行走位 躲过前面的扫射 接着一个360度极限飘移 瞬间追上前面的车队 四辆吉普车抵住铁锤 想把他困住 结果也只是做死的行为 铁锤一枪一个全部撂倒 可能要体现自己的牛逼之处 他放走了劫持利难的车 让对方顺利回到埋伏的地点 要不说人家是主角呢 就知道给自己加信 冲进埋伏圈 铁锤一只手边撂倒一辆摩托车 然后一斧子干着驾驶员 一脚踩住他的脑袋 任凭后面的摩托车零件乱飞 他仍潇洒于天地间 接着就开始疯狂地输出 清理着所有杂鱼 动作没有一丝尴尬 又抢下一柄大锤 再给对方一次沉重的打击 最后按住对方车把 面对面问了句 我帅吗 对方还没来得及回一句呢 我帅你大爷 就你灭在这世间了 干掉所有埋伏 铁锤没想到的是 山顶的大虎币已经瞄准了他 一声枪响 只怪铁锤不是铁人 他中弹了 大虎币并没有杀死铁锤 这么轻松让他感觉没有挑战性 他让铁锤回去好好养伤 怕会在铁锤的子民眼前 活生生打死他 随着铁锤收手 几方势力也开始对金矿进行打压 首先铁锤最信任的眼镜 输在选举上失利 接着铁锤所有的亲信如意被灭伤 醒来后的铁锤并没有立刻反击 反而带着丽娜度假去了 整个矿区好像笼罩了一层阴霾 里面也是人心惶惶 他们的王都走了 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这一切来之不一的幸福也将毁于一旦 只有将军坚信着铁锤会回来的 因为他并不是在躲避 而是隐秘起来的敌人一击之命 果然铁锤找到了控制黄金出口的白胡子 要做一笔交易 可白胡子要跟梅桥的其他 铁锤现在可什么都没了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啪啪打脸 他控制的西海岸在瞬间就被铁锤的人完全控制 他根本才不出来铁锤到底玩的是啥 我玩的就是西海岸 就是这纯正的西海岸 金矿的卡车再次踏上运输之路 大虎币带人拦截 他们想不通这帮人怎么还敢出去呢 结果他看到铁锤竟然走得下来 朋友来了有好久 若是大虎币来了迎接的只有子弹 百万代员 小鹸 小鹸 黄鹸 mind 小鹸 铁锤完胜 大户必调不下面子还想往前冲 眼神却意识深厚的小弟拽走了自己 一次完美的反击 铁锤成功将举时逆转了 眼镜书也在选举上成功了 仅仅三年时间 铁锤的矿区就发展到极其庞大的规模 这让刚刚上任的女总统来了兴致 准备拿他杀一警百 一组特种部队前往金矿围剿 结果矿区的气势让他们魂不附体 打头的大爷直接往身上倒了一桶汽油 还掏出了打火机 这还打个屁了 特种小队落荒而逃 李总统也才知道铁锤不再是普通的黑帮了 他的地下王国已经愈发强大了 强攻影响不好 那就只能知取了 李总统开始从各方面瓦解铁锤 不过好像是有人提前通知 每次突袭行动都没有任何收获 直到一次突袭搜查 因为转移太匆忙 一小块金条被警局找到了 铁锤二话没说 打个低就直接去警局了 这起场把所有人吓得瑟瑟发抖 更有人主动交出了金条 看着铁锤离去 擦掉头上的冷汗 本以为躲过了一劲 可下一幕都特么懵了 这孙子竟然架起了一架重机枪 铁锤对着警局开始疯狂扫射 所有人鬼哭狼嚎地喊着 就连汽车也被吓得弹了起来 三哥不光人Q弹 汽车也是那么的Q弹 这已经不是嚣张了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女总统终于发怒了 她在采访时刻空喊话 一定会消灭一切黑恶势力 铁锤也看出来了 她拿树鲜花直接去找女总统 铁锤那边的想法 就是有钱任性 她承办的基金不光资助百姓 就连一些官员也是受益人 女总统也没照 不过气势不能输 如果有一天铁锤犯错了 她会挖光铁锤的一切 甚至于裤衩 一日三年的大虎币 也准备再次出手 她要通过内鬼 找到前路矿区的路线 此刻铁锤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 丽娜怀孕了 她要当爹了 可一发子弹彻底 灭杀了她的父亲吗 丽娜挂了 铁锤彻底怒了 一场恶战终于爆发了 两人一路收割着各种群演 终于面对面了 铁锤与虎币最后一战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 不愧是大虎币 一拳就将铁锤打得眼冒尽兴 手拿大剑的她 此刻仿佛人剑合一 犹如大剑壁一样 打得铁锤毫无还手之力 想起死去的妻子 铁锤怒气着再次拉满 她在土中竟然掏出了一柄大锤 这可真是铁锤在手 天下我有 什么削铁如泥 什么吹毛利刃 什么唯我独尊 在铁锤面前 下场也只有一个 胳膊腿全部干骨折 最后一锤挥出 大剑壁也只能含笑九泉了 所有的敌人全被消灭 矿却再次取得了完胜 可铁锤却想起了什么 是谁告的命 让敌人潜入的呢 她带着人竟然来到了国会大厅 这可真有点无力吐槽了 此时的女总统正要辞职呢 她感觉也许铁锤更比她适合这个位置 看到铁锤进来 她都有点懵逼了 这是拍电影了吗 铁锤没有理她 反而把枪对准了后面的眼睛梳 她才是泄密者 一直都是她在幕后操控 她想霸占金矿 一切都结束了 铁锤消灭了所有的敌人 同样 她也毁灭了自己 总统终于下令了 开始对金矿进行军事打击 而铁锤也潜散了矿缺所有人 带着所有的黄金 掌身于茫茫大海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